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和大家聊一聊 我为什么愿意质疑权威 或者是说 我为什么那么愿意 去对油管上的这些大号 包括在国内的一些 相对来讲 比较有名的人 是去进行质疑啊 其实我质疑的人 我不管他是左或者是右 他说的不对 我就会去质疑 你比如袁腾飞 他是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反对 这个粉红啊 战狼啊 这 按理说 他跟我的观点 或者是说意识形态 应该相对来讲 比较一致啊 但是可但是 那他说出来说 沙特阿拉伯 就是相当 比北朝鲜还要烂 那这个东西 他就禁不住推敲吗 或者是说 你从这个外界 获取来的这些信息 和他说的不一样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想啊 就是这些大为说的 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 包括左派的那些人啊 你就胡一进说自己还是 既不左也不用 说自己是建制派 倒是我了 那你像胡一进 胡一进给他自己的定位 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那其实你说他正常吗 他不正常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有影响力的 或者是就特别受人关注的这些名人 有的时候也得有这种质疑的一个精神 要不然就废了 那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了 那恰恰中国人他很难有这种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你说这个跟这个学历啊 或者是学识有关系吗 我认为有一定的关系 但这并不绝对啊 你比如说某某作者说出来点什么事 比如说萨特阿拉伯比北朝鲜还不好 那这个东西你去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完了你去这个油管上面 找一找这些萨特阿拉伯 这些一些视频 旅游的一些视频 再找一找北朝鲜的一些旅游的视频的见闻 你去对比一下 包括对于当地人的一个采访 和他们说话的一些东西 就很好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也不需要说你有多高的知识水平文化 你必须是个博士 你必须博士后 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就这种基础的简单的质疑能力 在中国大部分人 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 确实是缺失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因为国内最近也没有发生出来 什么值得聊的一个事情 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 特别想让我聊的可以提出来 如果我觉得值得聊的 或者是说我能聊的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有时候伙伴问我的问题 我可能聊不了 这个也是非常的抱歉的 没有办法 因为本人的这个知识层面 它是有限的 有的可能一些东西我不了解的 你比如说 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到底合不合 那你让我讲这我肯定讲不了 所以说由于我的了解 或者是说我的 就是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的一些圈子 他可能回答不了一些 特别像这个王健 或者是陈破孔 这些挺有名的一些人的一些问题 其实王健也对这个陈破孔 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两个之间也互相不认同 他们也打架 其实我特别反感媒体 就是报的小些都是一损的 要不然是极右的 要不然是极左的 我这些我都特别的反感 我觉得报道新闻 就应该客观中立 之后把这个问题抛给大众 让大众去了解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这个新闻去引导大众 但当然了 这个大众 他也得有这种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 他才有判断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两难 你说这个媒体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说媒体人他应该怎么做 这可能每一个记者 或者是说每一个媒体机构 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我希望还是应该本着这个粮子 去做媒体 去和大众进行交流 包括引导大众 那这个是媒体的一个社会责任 那在国内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乎没有 我不认为国内的媒体有什么 就是特别有实力的 或者是说特别客观公正的 不存在 不存在 你在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头 这个媒体它就是一个宣传机构 或者是宣传的工具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客观公立 客观中立可言 那就是这样 那好 那这个就是我和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思考的一个能力 还有看问题的一个能力 确实有人对于问题 很难去了解问题背后的一个实质 或者是说本质 但是起码你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说被人去愚弄 我看我底下还有人说被王健去站台 或者是说就是王健的一个信徒 那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脑袋秀掉 那肯定是 肯定是就是你大罗神仙 你也不能够救他 你包括袁腾斐 袁腾斐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过 说什么呢 他就是他的节目 对于这些宗教人士 其实是很不友好的 包括对于基督教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伊斯兰教 都是很不友好的 那可能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无神论者 对于有神论者的一个这个 嗯 事情的议论吧 你不是不可以 但是起码你得尊重人啊 起码得尊重你 而不能是带着这种蔑视 或者是歧视去说这些东西 那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个袁腾斐在这个做人方面 或者是说 呃 就是 这党是有点低啊 你按理说吧 一般应该是入乡随俗 或者是说呃 你比如说面对回教 你不能吃猪肉 你面对呃发达国家的 把动物啊 列为呃 不把狗列为动物的这些呃 国家 你不能去那那个地方去吃狗肉 这就是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文明啊 国家的公民啊 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在大陆啊 就很难找出来呃 倡导这些的一个自媒体人啊 你看大陆 你你不用说大陆啊 你不用说这个墙里 墙里的那些我认为都是垃圾啊 很很没意思 其实墙里的那些自媒体 一般啊 就是做的比较火的那些 一般比如说发大水了 捐两个钱啊 完事了 完了再一个关注一下这个 呃 劳苦大众 是吧 就是那些社会的 什么外卖小哥啊 没事请他们吃碗面呢 请他们吃碗 那个最贵的面呢 啊 还有这个那个啊 就是关心一下这些社会底层 就是这个基调 把自己弄到这个道德的一个高地啊 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都是这么个基调 这么一个手段 来博取一个好名声 其实外国人来中国 他看到中国的自媒体市场 他也中国化了 完了中国的这些呃 播主呢 就只要是做国内视频的 他去了国外也采取这种策略啊 一般都是给当地穷苦人点钱啊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就开始这样 那这个就是他所 他所想要达到的一个什么 特别和谐 特别有爱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 意识形态的宣传 或者是说这些方法 嗯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心意啊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心意 都是这套 都是这套手法 你比如说这样 像河南发大嘴的 哪个大号不捐钱呢 你不捐钱以后 你怎么这个在国内继续骗钱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嘛 就是他被驾着 或者是被强迫 他也得去卷这个事情 而且啊 只要是在大陆 做自媒体做的比较火的 或者是说 这个受动群是大陆人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墙内和墙外 是不是相对来讲 比较低俗 就是那些特别成功的 是不是特别低俗 海外的其实都是那样的 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理解 我有的时候也深深地问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那可能还是思考能力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什么东西 一变到简体中文圈了 骂骂操操的 越能骂人的那个节目 越火 完了说那些东西 都是说那些劲爆的 酸不拉几的那些东西 完了能火 完了谁急得谁火 这些东西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现象 那只能说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数 我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个本色 我今天呢 我就看了一个 关于这个谁来的 王志安 王志安以前作为央视的节目制作人 还有央视的节目主持人 以前也挺火的 对于他的一个节目 我看的不多 但也看了 我觉得拍的还可以 以前拍的那个叫什么 来着 就反正他有一个媒体节目 采访什么周立博 什么那周立博当时采访的时候 跟傻子一样 我一看周立博 他就是个骗子 做了什么一个节目 做了极其 我对他这个人呢 其实 不准特别感兴趣 但是他每天发推特还是 挺好玩的 就是他每天都说一说 自己的观点 而且这些观点 通常来讲 我认为 有一些是非常站不住脚 非常站不住脚 也因此我觉得 看他的这个推特 能给我找一些素材 来跟大家聊 就看一看 你看那些新闻人 他们是怎么去做新闻的 包括这个央视的 前央视的一些主持人 你看像现在央视的那些主持人 你水军翼啊 朱军 朱军那啥 朱军涉嫌性情是吧 现在就被这个血肠了 就不让他出来了 按理说 如果你没有对贤子进行侵犯的话 那你就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这现在朱军 还要反 反诉这个贤子 说他毁坏了他的名誉 给他精神造了多么多么大的 一个打击啊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女性的一个权益 应该 应该给予保障 那本来这种性侵的一个东西 就很难去寻找这个证据 尤其是这个被害者 当时年龄比较小 比较害怕 把证据一下弄丢了 或者是这个时报者 相对来讲 比较这个 有经验 是个惯犯 把证据都隐藏了 或者是销毁了 那这个你怎么去取证 那如果一个女性跳出来说 一个名人性侵了 或者是在职场上有性侵了 完了 证明不了 完了你就可以反诉他 就说他诬陷你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相对来讲 对于女性的一个保护 是不利的 你不能让女性 走哪都带一个摄像机吧 那你说这也太难什么了 因此啊 我认为这个社会当中 还是存在这种 男女不平等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说 对于女性的一个保护 我觉得在法律上边 应该经过这些法学家的 一个探讨 来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是法律法律人的一个范畴了 那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呢 希望中国的女权 或者是女性这个性侵的 相关的法律 应该更进一步啊 甚至走在世界的一个前列 就像咱们那个移动支付 那都走在世界的一个前列了 所以说这个也应该啊 那咱们今天就看一下 这个王志安 他说什么话了啊 他今天说的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他说我不关心财新性什么 我只知道他的报道可信 那质量稿 放到全球范围内 那也属于一流的 那这个是 王志安说的 他财新是一个财新网啊 是一般是报道点财经啊 或者是世界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世界经济啊 等等等等一些东西啊 其实他回答这个消息 是回答一个网友的质疑啊 就是有一个人质疑 说财新难道不姓党吗 所以说这个 王志安说出了这样的一条话 就是说他相信财新 说财新比较专业 说很好很好 并且说什么来的 说南访啊 南访系的那些媒体 根本都没有财新墙 不是一个量级的 那看来他很推崇这个财新 那我就想 想问一问这个王志安 就在中国 如果他分析这个经济 要是跟这个政治挂钩了 他怎么去分析 就包括分析中国的一个经济 他能够不能够做到 这个独立的客观 他敢说中国经济 马上又崩了吗 他敢说恒大倒了以后 就是多米诺的一个骨牌 马上就带来中国经济的 整体的一个滑坡 或者是说大肆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我也关注了一下财新 我看了相关的一些报道 我也没找到说 对于恒大的一个大篇幅的报道 我关注的是推特 那我再去找一找 但是我对这个事情 我就存疑 我不敢完全的否认 这个王自然的一个论点 但是我对于中国的媒体 我是比较失望 因为中国的媒体 他不可能做到这种独立客观 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一个保护 所以中国的媒体 他就是这种夹缝中求生存 那当局让他怎么说 他就得怎么说 而且他说出来的话 还不能够影响当局的发展 我相信财新 他没有这个胆量去说 中国经济马上崩溃了 他敢说这个话吗 他肯定不敢说 或者是说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自由的 就是新闻的一个自由 他也没有 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 你就不要说 他的媒体能达到世界的一个水平 你看那个大卫啊 他说话 他有的时候他也不过脑子 他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特别的狡辩 完了王自然 他前两天吧 又推荐了一个 就是说叫什么来着 叫纽约华人资讯网 他这个我再给大家读一条 这说的也挺好的 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 简中推特上 有些人脑细胞明显偏少 他说简中 就是简体中文的推特吧 那比如说 他们说纽约华人资讯网 是大外宣的证据呢 就是这家企业在天津被案了 从逻辑上来说 在天津被案 就能证明是大外宣吗 他拿钱了吗 怎么怎么样的 不拉不拉 所以对啊 那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纽约华人资讯网 我还真的就是看了 这个纽约华人资讯网 在国内的西瓜视频 有他自己的一个栏目 他报道的是什么的 他报道的一损的 全是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纽约的一些事情 或者美国国内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那个地方都发生了 什么惨绝人缓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加两天 美国有的地方发大嘴 一家三口在地下室被养了 辞去了生命 这个是王志安说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也没有去找啊 就他说他报道了 关注华人的 在美国的一些弱势的情况啊 就华人在美国是弱势群体 就这样 那就是他认为这个 纽约华人资讯网 他也没说是特别好 但是他认为他很有价值 其实赞同他的价值 也是给他背署了 也是说他比较好 那我看这个 华人纽约资讯网 他全是那些 这不好 天天就是不好 你看没一个事好事 就靠这种 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 一个东西去博取一个流量 哪个地方又死人了 哪个地方又出什么 什么重大的问题了 又有种族的一个冲突 就是这些东西啊 而且很符合大陆人的一个口味 很符合大陆的人的一个口味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是老是说这些不好的 要不然你说他在大陆 怎么可能被案呢 他在大陆怎么可能做 这个西瓜饰品呢 你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度的国家 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这个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你在一个 就比如说吧 就比如说一个人 你说这个人有道德 有良知 还有水平 有文化 但是他在这个黑社会组织当中 他混得风生水起 那大家可以想见 那这个人在这个黑社会组织当中 他混得风生水起 你还能说这个人有道德 有良知 或者是有水平 有素质吗 那这个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在一个新闻自由度 非常不畅通的国家 完了你办的媒体风生水起 完了你说这个媒体 能够达到世界的一个水平 那这个显然就是一个 很站不住脚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 王自然的最大的一个质疑 他以前有很多的这些东西 他自相当矛盾 因此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些大威所说的一些观点 不都是对的 那你像王健 你包括以前 我质疑过很多人 就媒体上这些东西 就说中文的 尤其是说这个北京 就是大陆的 咱们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吗 就说普通话的这些人 确实他这个新闻的质量 或者是说他表达问题 表述问题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不知道国外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关注的一些国外的媒体 相对来讲还好 相对来讲 我觉得比大陆的 能够客观很多 不能说非常客观 但是相对来讲 他有这个言论自由 他客观很多 他可以说自己的总统 他可以说自己的这个当局不好 还有一些社会上发生的 不公平的一些现象 他可以想怎么写怎么写 他有一个言论自由 那民众到底信不信 那就看民众自己的一个辨识能力 而不是说封锁小区 去弄一些事情 虽然言论自由给这个国家带来的 很多也是有一些噪音 你像发达国家 我认为他们也离不开这种人性 你看中国大陆 他把这个低俗的人性 发展到了极致 就这种低俗的一个东西 因为政治这种东西 相对来讲 它有一定的门海 或者是说你想关心政治 你得了解政治的一个架构 你比如说你关心外交 那你得知道外交发展的一个历史 17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怎么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脉络 但是你看这些大陆 它不让你谈政治 什么谈国事 不让你谈这个外交 在一个外交 其实你要关注它 你也要了解外交的一个历史 那为什么要这么 国家的发言人 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 怎么说话 能够维护它本民族的一个利益 这个东西相对来讲 你说复杂吗 也复杂 它也是需要时间的成本去研究 或者是说去了解 而不是说就是你一听国内 听某一家报纸的宣传 就是可以的 因此就是想获取这个事情的真相 还是应该自己去研究一下 而不是就听这些人怎么说 就是我这么说 我相信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他不愿意去自己动手 去找一找证据 或者是说看一看他所支持的大卫 说的到底对不对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后来通过这个心理的一个分析 我在想 就是这些盲目的拥护者 这些大卫之所以能够骗他们 为什么能骗他们 因为这些大卫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就是他们的认知 就是这些无脑的粉 他支持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认知 完了这些大卫就顺着他们的认知去说 你比如说反共 就说中国不好 那这个就符合他这些粉丝的一个认知 把中国说的越不卡 他的粉丝心里就越开心越高兴 那只要这么说 他的粉丝就会长期的关注 去看广告 给他加会员 获取一个收益 完了这些粉丝 他也会觉得这个老师说的太中肯了 这种心理啊 就是一种认同的心理 每个人都有 就比如说我说 我知道这个人想听什么 我就说这个好话 就可以了 完了他就特别的受用 他就说我说的对 就是这样 那我在想 那你说这些人 就这些无脑的人士 他是不是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心理安慰呢 或者是说自己的自我的心理催眠 如果这个人这么有水平 他说出来的话 都跟这个无脑粉的观点一致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无脑粉也不用去听这些大卫去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的你都明白啊 你都了解啊 跟你的立场都一致 你还要去听他干什么 就是中国只要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就可以了 你比如王健的视频 中国怎么发展经济都不对 中国制定什么政策都不对 那就可以了 那你还用看什么呀 你看的那个节目不浪费时间吗 基调就是不对 什么都不对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北京开证券交易所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 你比如北京开一个证券交易所 它这个证券交易所 主要是服务于这些创新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小规模的初创型的企业 高成长型的企业 那对于北京的这些企业来讲 就是这些初创型的企业来讲 这就很好啊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好的一个融资平台 那为什么不行呢 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到底好不好 你只有实验完事才知道 你就包括那熊安新区 熊安新区现在说凉凉了也没人说了 可能相对来讲不是特别成功 要成功了的话肯定会大肆的一个报道 那就证明这个事情不行了 那确实它有一定的一个成本在 那这个你可以去评说 为什么 因为它凉了 凉了以后你可以说 但是它还没凉呢 上来就说不行 这个我觉得有失偏颇 它万一成了呢 那美国历史上的这些领导人 这些总统做出来所有的政策就都正确吗 拜登这个撤军撤得很完美吗 还有最后的那个反恐的一个袭击 造成了七名儿童的一个死伤 一共是死伤十几人吧 有七名儿童 其中有七名儿童 这是一个悲剧 他的指挥管那个军事高级将领 都已经承认了吗 是一个悲剧 那怎么他做出来的角色就都对正确吗 美国做的什么角色都正确 完了一到中国 什么就都不正确了 其实这些大卫为了包装自己 偶尔也会去批评批评美国 这说点这说点那 但是都是小骂大巴马 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或者是说他整体的一个新闻的 就是他新闻的受众 就决定了他的一个基调 就是中国怎么都不对 那北京开政策交易水之后 那对北京的一些好的初创型的企业 或者是说这种高 就是相对来讲 自立优良的一些创新企业 那是一个好事是一个利好啊 他不用说再去这个深圳或者是去上海 去上市了 在北京自己就可以办了 那很方便嘛 那假如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特别好 有必要的话 那各地哪一个省份都开一个都可以 那当然这个需要专家的一个论证啊 到底需不需要每一个省份都开一个政策交易所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那就开呗 你看咱们各省啊 就咱们中国地盘这么大 这每一个省份它都可以当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那个面积啊地理条件呢 就是人口啊都够了 那所以说那你说那你说其他的欧洲的发达国家 哪一个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市场 不都有吗 那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多开两家 如果有必要的话 当然如果这个劳民商财就算了 如果有必要 能够中国真的经济就特别繁荣的话 多开两家也未尚不可 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那你北京干了一个政策交易所 那不行的乱谈起 以前都什么深圳啊搞过 上海也搞过 开了什么什么这那 都说那个东西 那这回人家不专门搞一个吗 专门分工了 更加的细致了 那每一个政策交易所服务的 都是哪一个区域的 你比如说深圳 服务的是大湾区的一些上市公司 你比如说上海 那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或者是说国有的 或者是一些就是 相对体量比较庞大的一些公司 这些公司 那你北京在开也是非常不可的 但是你看到了王健的嘴里 就开始说什么 什么也就怎么地了 就是分清楚什么差异化了 就用很多的专业的名词啊 去给你解释 他为什么不行 还给你分析了一六四三招 我看我有一个小伙伴 隔底下给我评论 说王健啊 还号召这个 他的信徒们 去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我不知道这个事 王健当时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没有去找 我不知道这棋到底在哪 我没有找到 那如果我的这个伙伴 说的是属实的话 那这王健不就是一个骗子吗 你看现在人民币 对美元的一个汇率 人民币是升值的 美元是在贬值的 那你要换了的话 现在不是废了吗 你资产就缩水了 而且是大幅的一个缩水啊 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你这个事 你要到王健那 王健会说 哎呀我是长远看 你过个五十年 你再看 美元肯定是远远的 高于中国 中国经济必然崩溃嘛 所以说美元 那你这不跟这瞎的算命一样 那人能不能活五十年 还两数呢 所以这些大V 你就要去质疑嘛 为什么要让他们骗呢 完了骗完之后 还给他输钱 我就是把他们的谎言戳破了 来这说两句 那就不行了 那这帮忙呢 有一部分 这些王健的和石头记 重视的信徒就炸忙了 你看他们炸忙之后啊 你比如说谩骂和攻击的 你就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来 他们粉丝的一个数字 还有他们粉丝的一个层次 其实相对来讲 不高 那我说低端人口 没有说错 还有人给我指出来 说人啊 不应该用这个高端和低端去粉 说是认知的一个高低 那就是认知底 就王健和石头记的粉丝 认知非常底 认知 其实叫这个字啊 什么低端人口高端人口 还是说认知高低去粉类 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像你买商品一样 那商品是否分一个奢侈品 和普通消费品 还有低端产品 他不也粉这些东西吗 你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划分 有的人说 说王健的视频水平非常高 那我问他 我说你以什么标准去判断 他就没有回复我 什么东西 你连一个标准都没有 你怎么判断它水平高 就他能拽几个 那个科学术语 或者是说经济学的术语 完了他就高了吗 那你随便上网 Google一下 你说经济学术语有哪些 没事拽两句不就完事了 那你就能成为经济学家吗 开玩笑吗 而且王健的出身是什么 王健的出身是传媒呀 他就善于弄这种是笼络人心的 或者是社会热点的一些事情 他就善于虎流嘛 所以说他才能做得那么成功 就是呼 那你说搞传媒的这些人去说经济 他到底有多少的这个 怎么说呢 内核呢 或者是说他到底有多少的知识储备量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当然不能说他这个跨行业 跨转业说的就肯定不对 他不能这么说 但是相对来讲 他工信力 他要打一定的一个折扣 那你比如说我说经济 那我确实学过经济 或者是说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 我确实了解 我也是 咱也算这个对于企业的一个运营 包括你说我谈恒大呀 我谈中国的企业 那我确实就学过呀 那我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那相对来讲是比较靠谱 那不管是说是不是科班出神 那你做媒体的 那一般啊 你应该有一个相对的了解之后再去谈 而不是说就信口车谎 那当然了这个是符合观众的 有的时候做这个媒体 它也是为了符合观众的一个口味啊 那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能说他是高人 所以说什么东西啊 就你必须有标准 我一直强调啊 就什么东西 你只要没有标准的话 那就 什么都别跟我谈 你比如说你说王杰水平高 那你什么标准呢 他是出了多少这个著作呀 还是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呢 你再给我谈这个问题 什么资深媒体人 人家是 这资深 资深媒体人 中国的资深媒体人 那胡怡进你也信吗 胡怡进也是资深媒体人呢 如果你信 你信这个王健 他说的都对 那你为什么不去信胡怡进呢 胡怡进跟王健是两个两级吧 那都是资深媒体人呢 那你这告诉我 你相信谁呀 那张维为 那还是学术大家呢 对吧 那还是什么 那复旦呢 讲这个就教授啊 全是授 那你为什么不信他呢 就这些专家 你要去评办他 你也得有一个标准嘛 你得有你自己的一个标准嘛 你在我这个标准之上 那我肯定 你在我这个标准之下 那我就不认同你 这就是你的一个标准 你没有标准 你怎么去 去说呢 你比如说在这个管理上 就在这个销售管理上面 企业运动方面 叫无量化 不管理 你比如说你这个 判断一个销售人员的好坏 或者销售能力的高低 那有一个销售额 这个业绩的一个 这个目标 那你如果就告诉这些销售人员 你说你们好好去工作吧 好好去销售就可以了 那你说到底是销售能力 就是这个到底是卖 比如说你卖保险 你卖十万保费 你这个能力强 你还是卖五万保费 你就销售能力强 那有一个标准嘛 超过这个线 就证明你能力比较强了 那或者是说 如果再超过什么线 你就就是那就登风造极了 就特别厉害了 那有一个标准嘛 才能判断你是否有秀 你比如说我及格线 六十分及格 六十分以上才好 八十分九十分 就是有秀我良好 那有一个标准 如果比如说你支持那个大V 你判断他好 但是你自己没有一个标准 那你就要怀疑自己了 你认为你自己的判断 你到底基于什么去判断 如果仅仅是基于几个 这个学术的名词的话 那这个东西 那我认为 那这个标准太低了 那基本上你只要是 善于刷点嘴皮子的 在这点 在这个自媒体上 能跟大家转两句 这个经济学术语的 那都是专家的 那专家怎么那么多 我认为啊 这个 能成为专家 还是要 就是你要是说 他是什么什么专家 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学术著作的 或者是说 他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水平在啊 或者是业界认同 你比如我 我这个定位就是一个自媒体 就是一个读 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一个研究生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水平 说的一个自媒体 那我有研究生 那个毕业证书啊 学位证书都有啊 所以那那个就是我的一个标准 那我认为我这个自媒体的水平 就达到了一个中国的 这个研究生的一个标准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 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标准 恰恰 就是一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他没有一个标准 因此大家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说 就你解决什么事情 你都要有一个标准 那什么样的标准 算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什么样的标准 在什么样的标准之下 就是你没达到这个标准 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 无论是什么 你包括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做家务也是 这个家里的打扫 打扫几个屋子 算整体清洁了 或者打扫到什么程度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那叫什么 那叫方向 就像平时我倡导的 什么亚伦自由啊 这个那个 那这个就是我的标准 你中国什么样的民主 你有亚伦自由 你有投票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人大代表是我们选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讲座 说一个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 叫吴毅 他说了 说只要这个 实行这个党内民主 那中国的民主就 80%了 就是完成了80% 我心想话 这叫什么话 你像这些所谓的教授 我真的不敢恭维 咱们这么看 我不说别的 就是说这些入党的人士 为什么中国现在官僚体制这么 怎样 包括一些腐败 包括一些东西 它是不是体制的原因 包括疫情信息的 没有及时的一个报道出来 是不是体制原因造成 那就是 那就是这些人造成的嘛 而且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体制内能混得风声水起 或者是说 什么样的人愿意加入这个体制 是不是 很多的为了自己个人利益的 瘾瘾狗狗的那些人 加入这个 那你可以说 他这一个群体 你让他民主 就能解决中国 14亿老百姓的一个问题 就能解决中国 80%的一个民主问题 这个显然是有时偏颇的嘛 非常搞笑的一个东西 这些人都特别善于 官僚阶级的 特别善于专用的人 他还能够加入这个组织 一般人谁能够加入 尤其大学能够入党的这些人 那都是跟学生会的一些干部们 跟导员能处好关系 都会送礼的嘛 这还用我说吗 这帮人 这帮道德 礼仪廉恥都没有的人 你告诉我 他们实行党内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 就解决了80% 那我认为 那是中国民主 实现了灾难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什么 中国的所有的一个经营 都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那这个是 民主实现了这个80% 你像中国那些 一些人大代表 不是体育的 要不然就是 怎么说来 演艺界的 老有一些什么演艺界的名人 体育的一个名人 要不然是做生意 做得特别好的 你说做生意 做得那些挺好的那些人 你要是当个人大代表 他处理一些 警纪方面的议案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 要是投别的票 我认为 没有必要 那马云还说9960福报呢 你开玩笑吗 那显然是对人权的一个检查 所以这些人应该是树叶 树叶有专攻 那演艺那帮人 那有的那都是 你看演艺圈多混乱 所以这个东西 你怎么去找这个 就是投票的人 或者是你怎么实行这个民主 我同意 先让一部分人去投票 把最终实现大家都可以投票 这个方法我也是能接受的 比如说你说 这是平稳的一个过渡 那就给让中国的这些经营 有知识的经营 了解经济 了解这个国家治理 了解法律的这些经营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得找这个专业的 这是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事 你不能找一些 杂不兽来 就特别会拥护 就特别会举手的那帮人 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 森纪兰吧 有一个就特别会举手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提案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这些人他对于 当地经济的一个改革 他接受过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他明白什么叫市场经济吗 他怎么去提议案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他大学本科毕业了吗 所以说这个 他到底有什么学术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说 他有什么一个刻板的一个背景 他就能代表当地的人 去提一些议案呢 这个我觉得很 很值得推敲啊 很值得推敲 我认为是一些有学识的人 代表这些底层的民众 去提议啊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 底层的民众也不想 找一个 解决不了他问题的人出来 不会的吧 那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教授他说的 说什么党内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民主80%的问题 那我认为这话根本毫无逻辑可言 而且也站不住脚 并且我听这个吴毅教授他的 这个讲座 就说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东西 也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不是说所有的都没有道理 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就是这样 这只不过说他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还应该 就是回答问题有问题 但是我也 我觉得底下坐着的那些学生啊 能提出问题 我觉得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事情啊 你像我 我就不怎么善于去提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 用中国的一句老话 或者是说东北的一句老话 叫老猪要或者贼政 我是特别有想法的人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学生提的一个问题 对于我来讲 它不成问题 我很难说你说 现在我找点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我自己 就是没有想法的一个问题 也很难 就是当然了 我假如出现一个问题之后 也有我解决不了的 我解决不了的 我就会去查找资料啊 就是或者是说 通过我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有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我面对一个陌生的问题 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去解决它 但是我知道我做这种视频啊 相对来讲就不怎么卖 就是不怎么这个受欢迎 这肯定播放量并不会太高 包括我的视频的一个题目也不惊悚 因此很难吸引过来这个流量啊 但是恰恰恰是那些我视频流量比较低的那些视频 是我视频的一个精髓 就是说一种一般啊 讲经济学的 或者是说讲一些 那我怎么学习的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我花大家去学的 你包括我读研究生 你包括我读的本科 那都我花了很多年去学的 这就是我的人生的学习的宝贵财富啊 那这些东西 如果有的人能听进去的话 那就是一本万利啊 那一个人花了那么多时间的 什么精力去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你要听了 你不比你听 就是你比我听那些什么社会的热点事件 会好很多吗 而且在平时你的生活当中 你也会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啊 就不用说再去被那些 所谓的大卫所蒙骗了 那多好啊 而且会形容自己的一套思维体系 这个真的是受益无穷啊 或者是说受益终审的事情 但恰恰是这些没有人去关注 那都关注什么呢 中国经济崩溃了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骨牌就要倒了 哪个这个这个那个 我可以这么说 现在就是我观察到的国外的一个媒体 尤其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 就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 它对于中国普遍有一种 就是对中国的相关的报道 都趋于负面 你包括BBC 包括这个德国之声 但是他们并不是像中国国内的媒体啊 那不要脸了 就是直接就是全是假的 孔的大的 说那些话 你包括这个人民日报海外吧 都没有那个瑞士的教授 他给你编一个 这威尔逊啊 这个那个 给你编个名说 都开始造谣了 所以他没有那么无耻 只不说他也 但是他也有着对中国的一个看法 持负面 就是怎么怎么地的 一个相关的一些报道 所以我看到国外媒体的一些报道 我也会自己去思考 去思考 他说的到底他不能站得住脚 或者是说我自己的观点 和他们这个报道的一个观点 能有多大的一个差距 那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 之后我跟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 分享出来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你说他多么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儿吗 或者是了解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吗 他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或者是说面面俱到的那个了解 你包括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给我发来了一篇 关于什么中国问题的一个报道 问我有没有这个事儿 我一看那个报道 错别字连篇 你说我这美国朋友 他中文他都不贵 他过来问我 一看错别字连篇 我说这一瞅 就是哪个小伴写的玩意 写的学乎乎乱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 所以你看 就美国 那我这个朋友 还是这个加州大学毕业的 那你看 他是经过加州大学培养的一个学生 你说 这知识水平也不低了 但是就由于中文 他不行 他不了解 因此他才会去相信这个报道 还来问一问我 但是你看他能求证 我觉得就非常好 后来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 我说这个是不实的一个报道 这错别字首先就连篇就不对 那所以说了解一个国家 就要了解他国家的文字 通过文字 通过报道去了解 但是你看这王子 他不虚心 有一个人说 你想了解这个美国 或者了解 这个发达国家 你应该学习学习英文 你学完英文之后呢 你对这个国家就更加了解 王子安说 那我觉得 只要是 怎么 王子安是怎么说 说没有用 说学那个语言没有用 我只要找到了这个可靠的媒体就行了 我心里讲话 你都不了解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字 你怎么去找可靠的一个媒体 你想了 你觉得可靠的那个媒体就可靠吗 那你说那石头记 王健那个粉丝还觉得他就 他们都是神人 他们还找到了可靠的媒体 所以他一听他说这个话就露 这就不行 了解一个国家 一定要了解文字 因为判断一个国家文化和文明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形成历史 你得有文字 你有文字有记载 才能说你这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个起源在哪里 你没有文字没有记载 那你天天说我有神话故事 什么谣顺语 那你这个行吗 这个显然不行 你得有 比如咱出土甲骨文之后 甲骨文以后的事情 那才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历史的真正历史的一个记载 所以说咱们国家的历史到底有多少年呢 那三千五百年 你不是说五千年有点多 你要追溯 也就是三千五百年 璀璨的一个文化 那也非常长了 也很厉害了 那说厉害国 也是十字名鬼了 就是在历史文化方面比较厉害 那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认为这期的视频是最有意义的 但是我相信这期的视频可能播放量不会特别搞 就是这样 那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了 再一个呢 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因为我这个视频发布应该是明天的 那明天就已经过了中秋节了 我在社区里头也已经 祝愿我的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了 那这是一个来自墙内的人的问候 那希望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 在墙内的人有一天能把这个墙推倒 那我认为这个是中华民族的大姓 中国人的大姓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